今年7月 日本正式进入电视数位化的时代 成为亚洲第一个完全进入数位电视的国家 而从明年7月1号开始 台湾也要进入无线电视数位化的时代 今天新闻局也举办了起跑仪式 新闻局长杨永明强调 政府将与全国1000多个3C卖场通路据点来合作 在店内设置数位转换服务商店 解决民众的疑难杂症 让无线电视数位化能够顺利转换 明年6月30号 我国无线电视类比讯号将全面关闭 从明年7月开始将全面转换成数位化讯号 民众家里的电视必须加装这个数位机上盒 或是换购内建数位化讯号的电视机 才能收看数位无线电视节目 新闻局长杨永明也强调 对低收入户家庭政府也将提供部助 数位机上盒现在就是通传会 是给予我们低收入户的完全的 免费的安装大概预计会有12万台 那当然是以户为单位 距离明年7月只剩下9个月时间 数位电视转换宣导活动 今天正式开讨 无线电视数位化后 现在有的无线舞台将增加到16个数位频道 政府在明年也将继续投入8.98亿元 让民众看电视质量检举 将来无线的数位电视台 比现在的这个无线台数频道更多 还有一台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专门就是这个高画质 公司的第30台 所以其实不只是台数更多 内容也更多 台湾即将迈向数位化新纪元 产业界也看好换机潮带动的商机 为了顺利在2012年启动无线数位电视元年 新闻局也将跟全国一千多个3C大卖场通路 据点合作 在店内设置数位转换服务商店 解决民众的疑难杂症 要让民众在明年伦敦奥运期间 就能以高画质来收看比赛 记者许跟子凌国王台北报道